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期 香港制造的电影 动漫 流行音乐等风鸣亚洲 一颗颗明星编织出一条星光大道 让夜幕降临的维多利亚港分外绚烂 其中前香港歌手现港区人大代表跨美云的人生轨迹堪比传奇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精准地踩在时代浪潮上 他希望与文艺界同仁一起将香港发展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一百个香港品牌故事带你寻觅地道岗位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人美心美歌声美的邝美云姐姐 好 我们知道八十年代呢是香港文化发展的黄金期 在那个年代我们有很多人都知道您出了有各种各样的专辑 比如说有堆积情感啊 还有就是1987年的留住春天等等 那您可以讲一下就是在香港文化发展的黄金期 有什么样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我今天带了大概三十张之内的唱片过来 发觉那个时候实在是也是很开心 就看到自己呢原来一直走来呢 也出版过很多的唱片还有书籍 那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心血嘛 就像就那个时候我们要出唱片啊 也是做了很大的准备很多的准备 那现在你访问我那想起来 真的有很多的回忆啊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呢 工作是很也是个很好的年代啊 也是很齐心的啊 大家对一个唱片公司 你是有一种归属的感觉 那大家呢歌手之间会互相帮忙 张学友啊 谭永宁啊 然后像我们的大师兄就是阿塞嘛 许冠杰啊 我们的大师姐邓丽君呢 那还有许小凤啊 那所以其实唱片公司里面很多人呢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而且会互相帮忙啊 我知道美云姐现在也在推广普通话 您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就已经出了第一张国语专辑 您可以说一下您是怎么样学习普通话的呢 那个时候呢我是宝丽君的歌手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录音 因为我们在香港都是说粤语的嘛 我就因为我们的普通话硕士在很差了 那个时候 反正就是一下飞机呢 我开始呢我就 因为我们的那个台湾方面的唱片公司的员工 他们都是说普通话的嘛 那我就会一直跟他们聊天 然后呢我就从飞机场下飞机 反正沿路我们从飞机场去饭店 沿路呢我就看到很多那个路牌啊 我就问这个字怎么念啊 那个字怎么念 我就每一次都这样 反正我觉得很好啊 有老师嘛 反正你就你就把这个学习也变成一个 你跟人家沟通的一个很好玩嘛 就可以一起聊天啊 也可以有老师啊 所以我觉得人呢 你就要你要虚心学习 然后你要享受每一个过程 学习的过程也很开心 您刚刚说到工作上面会接触很多的人 包括您在之后参与社会事务 其实也是一个服务大众 然后会跟人交流的一个事情 然后您也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 有没有感觉就是人与人的交流 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传递 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诚意很重要 你如何 我们要尊重 尊重别人 那你尊重互相尊重 你就会觉得 很好的那种感觉 如果说实在我们 每一个人 如果你都能够 做好事说好话传好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信心 给人方便 那你 你当然就有很多朋友 你加心比心 你希望人家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别人 对人家好一点 那人家当然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特别我觉得文化界别 我们一定是要弘扬正能量 我们要把一个欢喜给到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读者 这个正能量里面 我觉得还是自己家里做好先 就是说从我们家 到我们的国 有国才有家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很爱护我们的国家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身份认同 一个演艺人 你一定要清楚明白 我们国家对我们的重要 你爱我们的国家 尊重我们的国家 就等于尊重我们自己 我们是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港味 对 我们在香港 港味这个很好啊 这个狮子三精神啊 我们确确实实的要知道 我们要中国为中国心